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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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诗诚在吗 诗诚 他上午打完假就一直没来上课 老是都快气死了 阿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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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习上了吗 网球场呢 他不会去网球场 为什么 冯珊珊都已经退学了去什么网球场 喂 你好 我是 牵牵牵ær 怎么啦 警察来电话了 让我们去长州 冯珊珊报案 阿诚在森林里面失踪了 快点 谢谢 阿诚为什么去长州啊 为什么冯珊珊报案 他跟诚一起进森林了吗 他们为什么要进森林啊 长州岛形势雅林也叫雅林岛 岛上有三万多人口 身材海鲜 是相当著名景点 我听说九九年死了十个人 来年死了三个 你不是很胆啊 下个都你啊 是啊 太阳了我们 我好害怕 我记得 冯珊珊珊前男友 也是在长州的森林自杀的 阿诚没买保险吧 一直以来 我都努力保持理智与冷静 可这一次我自己都没有想到 阿诚的突然失踪 却让我一度情绪崩溃 我没想到自己会那么害怕失去 我得找到他 不管如何 一定要找到他 现在能见到这么低 天气又这么差 我们的搜救工作可能都要天光之后才可以进行 天光? 没错 你不要随便进去 帮我 帮我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我跟你一块儿去 叉叉叉 叉叉叉你别闹行不行 你赶紧回去 你别闹着 你别闹着 你干啥没事啊 张叉叉 我再说一遍 原路返回赶紧回去 你听到我说话了吗 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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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呢 当地人说了 这片树林很邪 他们给我击溃红绳 说可以避邪 还可以做标记 我这儿有工具 这里真的很危险 原路返回赶紧给我回去 我们走哪个方向 你 拿着 你这失灵了吧 这果然很邪门啊 你别管了 这真的很危险 你赶紧回去吧 我们现在有两个选择 第一 天亮了 跟机员队一起找阿诚 不可能 阿诚有UB恐惧症 在这种环境里绝对有危险 我不可能不管他 那不就得了 第二选择 我跟你一起去找他 你走慢点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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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块 全用完了 当地人说 四块就是极限了 不能再往深处走了 三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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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K 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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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事啊 不就去找干树枝吗 怎么突然间就上吊突然间就想不开呢 我看见了两个太阳 有一个飞到了树上 我想把它摘下来 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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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无论再出现什么幻觉 你都不要忘记 我也在这个树林里 你不要扔下我一个人 无论出现什么情况 都不要扔下我 好 我知道了 对不起 阿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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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茶 你累不累 你要不先休息一会儿 阿诚还没找着呢 阿诚 阿诚 茶茶 什么都别说 一句话都已经进来了 不能这样放弃 这里实际这么重 我怕你脚会更严重 那要是我真残了 抛半辈子 你得负责 如果顺利到了二十四岁 我才能负责 等我们找到阿诚 顺利出去 才能期待二十四岁生日 阿诚 阿诚 幻觉吗 我看到了 迷路了 走 阿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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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个娃娃 阿诚一定就在附近 阿诚 阿诚 思诚 阿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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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里啊 阿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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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见了吗 阿诚 你等我 阿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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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叱中 我没事 童 Casa p y 你终于来了 我疼你好久 对不起啊 你 technologies 你连也受伤了 告诉我 唉 你还笑得出来 阿诚呢 他在不在下面 是他吗 叉叉 是阿诚 我找到他了 还 还活着吗 还没死呢 叉叉 你把我急救药帮扔下来 好好好 接着 忍住啊 马上好了 你忍着点啊 我警告你 我怕疼啊 来了 我怕疼啊 在这儿在这儿 是不是没见好事 快死了吗 还没死 快被你气死了 叉叉 叉叉 包里还有登山神 刀在树上 另外一头丢下来 跑 跑 给 小心啊 收给我 你还好吗 你还好吗 快去扶一把李家 快点 要看 快去扶一把李家 我以为 我死定了 你别煞了 老娘 还要这儿 差点死了 没死也要贴了 我的脚 太断了 他疼 啊 阿诚 阿诚 要买吗 阿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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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买吗 阿诚 阿诚 还好吧 没事吧 我没事 你真的不应该来找我 我怕 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后来才知道 就在我们进树林没多久 冯珊珊带着村民也连夜进了树林 跟我们一样 在大雾中迷失了方向 直到天亮才找到了我们 没想到那个冯珊珊 会连夜进树林找我们 树民 珊珊根本就不是坏人 阿诚 你是去救她的吧 如果我没有想错 冯珊珊退学 回到长州 是准备在罗志文上吊的地方 自杀 对吧 你怎么知道她要自杀的 因为我们班的小棋 棋域 就是那个不爱说话 大尔特效的那个男孩 一直暗恋着冯珊珊 上次我跟她打架 就是因为她觉得是我一直纠缠着冯珊珊 让她害怕 所以退学 我一直觉得她退学 是为了出国留学 可谁知道她根本没有申请任何的大学 还把一个研究员的名额 让给了别人 匆匆忙忙召集了手里的项目 我就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 她不是退学 是彻底地告别 我现在没法判断自己对她的感情到底是什么 但有一点我很明白 如果她真的告别 而我放手不管的话 我会后悔一辈子 我去了冯珊珊的老家 长州 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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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份告别信 不知道最后谁能看到 不管是谁 麻烦帮我处理一点简单的后事 无以为报 我只能在另一个世界说一声 添麻烦了 谢谢你 两年前 我最后一个亲人 我的奶奶 心脏病去世了 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值得我牵挂的 一直以来 难以承受的孤独感和愧疚感 压迫得我无法喘息 忙碌的学习和工作 也只是一时麻痹 原本计划手上的项目一完成 我就跟这个世界说再见 可我等不下去了 因为我 开始害怕了 害怕离开 害怕告别 害怕我会动摇 害怕我也会 去向往美好的生活 害怕我还想要重新来过 到了盖下决心的时候 我的死完全是自愿 跟任何任务无关 另外 请帮我一个忙 把信封里的银行卡 换给一个任务 联系方式跟地址 都在信里 也麻烦帮我转告他 对不起 我一直觉得 他很压抑 可没想到 他生活得这么痛苦 好了 都过去了 不说这个了 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 我们迷路的时候 看到一只迷路 然后呢 然后我们就跟着迷路 然后呢 然后就找到你了 不是跟着迷路吗 对啊 跟着迷路 对啊 迷路 然后呢 跟着迷路就找到你了 你们不是迷路 怎么会找到我呢 我们失去 我们看到了 迷路 迷路 中文名叫迷路 是个路科动物 右上四部相 脸像麻 脚像鹿 脖子像骆驼 尾巴像驴 原产是中国长江中下 有沼泽地带 汉末实际几乎绝迹 原朝被皇家所饲养 清末被八国联军所捕获 从此在中国消失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由英国繁殖之后 送回了中国 树林深处 常年没人进入 腐烂的植物 发酵积极的浓度很高的涨气 接触时间长了 人就会产生缓决 就像我们看到 烈士团铁头 我知道迷路只是一个幻想 可是看到的瞬间 我心里突然升起了一种 特别强的信念感 这好像也给了我们一种力量 让我们相信 我们一定能走出这边树林 我们一定能展望阿长 不再迷路了 吴上山